Ready 想要玩看看 不一樣的網路遊戲新體驗嗎 那就來試試這款 神仙傳Online 它可是標榜著 可以讓玩家們擁有 超越遊戲GM的權限 帶給玩家們 多一無二最新最強的玩法啦 有威寶是為代理的遊戲 神仙傳是一款以中古上古神話為背景 創造出龐大唯美的修仙世界 並且首創GN全線新玩法 將帶給玩家獨一無二的遊戲體驗 享受從未有過的爽快 令人意想不到的最新最強的玩法 神仙傳是由八大門宗構成 而八大門宗通過修煉五大神職 來提高玩家的作戰能力 玩家會因為不同的門宗選擇 發展出多樣的故事路線 許多曲折的故事 等著玩家一看究竟 玩家們被挑選成為新一代的勇士 並且與各路神仙一同冒險 準備再一次回憶起你的前世 做好準備面臨今天第 氣鬼神的三屆大戰 再一次得到成仙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承勳 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3D擬真線上舞蹈遊戲MSTAR 以豐富的表情動作 還有多樣的遊戲互動 讓玩家們愛顧釋手 現在在台灣也要進行封測囉 究竟還有什麼新內容呢 就讓我們趕快到活動現場直擊 看看還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吧 由台灣近舞娛樂代理 強調真實的舞蹈動作 並由Unreal Engine 3 請打造的 3D擬真線上舞蹈遊戲MSTAR 即將在8月2日展開封測 並且邀請媒體前往搶先體驗 在遊戲中玩家將扮演演藝圈的練習生 透過經紀公司的安排並且努力 進而成為最耀眼的巨星 MSTAR除了收錄華語 英語 韓文 最流行的歌曲版權 也利用動態捕捉系統 呈現遊戲畫面與人物動態的真實感 為了不讓玩家在進行遊戲中感到乏味 也提供了多達百種的任務 十幾種的遊玩模式 來讓玩家持續進行遊戲 還有豐富的社交功能 提高玩家之間的互動性 保證讓在MSTAR裡的玩家不會感到孤單喔 喜歡CAPCOM遊戲的玩家 已經對20年前曾經推出的經典遊戲 《魔界村》印象深刻吧 這款難度超高的動作遊戲 現在搭上網路遊戲的變稱 改變成了2D橫向網路動作遊戲 《魔界村 Online》 而且也即將要進行公測囉 想玩看的玩家們 千萬別錯過啦 韓國C9 Games公司宣布 他們以日本CAPCOM公司經典名作 《魔界村》為題材 改變而成的線上遊戲《魔界村 Online》 在經過多次的封閉測試之後 想在9月份進行公開測試 並且會追加新關卡以及角色技能 道具統整系統 遊戲舞台的機關操作等等內容 《魔界村 Online》能夠四人組隊一起戰鬥 遊戲中有騎士、弓箭手、魔法師、盜賊等不同職業 每一個職業都有不同的特色與必殺技 玩家能夠隨著等級提升能力之外 四人合作闖關樂趣更多 讓《魔界村》這個已經有25年歷史的經典遊戲 有著將人耳目一新的嶄新面貌喔 Ubisoft 公司超賣座的刺客教條系列 不僅最新作要推出中文版 現在在PlayStation Fita上也要推出刺客教條3 自由使命 讓玩家們可以隨時隨地玩到最原知原味的遊戲內容 經營另一個震撼人心的歷史年代 Ubisoft 公司在今年美國的一三展中 宣布將在PlayStation Fita上推出刺客教條3 自由使命 預定將於10月31日發售 本作將透過全新的女性刺客艾弗林 進入另一個撼動人心的歷史年代 並且與刺客教條3美國獨立戰爭相互應 將自由抗爭之火蔓延至18世紀的紐奧良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體驗廣大的開放世界 在紐奧良自由行動 使用獨特的動作以及武器 包含可以在建築間構築突出物 並以鐘擺的方式跳躍的邊條 以及遠距離無聲攻擊的吹劍 並且結合PlayStation Fita獨特的主機性能 包含前扣觸控面板、攝影鏡頭以及陀螺儀 遊戲本身亦提供了獨特的戰鬥系統 角色互動、揭謎與移動控制 加上專為PlayStation Vita所設計的多人連線功能 刺客教條3自由使命 將為掌上新主機 帶來完整的刺客教條遊戲體驗 現在手機遊戲的市場真的越來越龐大 連超熱門的遊戲、戰爭機器的設計師 都自立門戶成立工作室要進軍手機市場 而第一款遊戲就是這款Lily 趕快讓我們看看這款大製作的遊戲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吧 遊園EPIC Games的工作人員 獨立門戶後 所開設的Big Monster Games工作室 在日前發表了他們將在iOS平台上推出的冒險RPG遊戲Lily 預定在近期推出 本作品使用了Unreal Engine 3進行開發 以充滿民俗風格的神秘小島 Jills一位遊戲舞台所展開的冒險遊戲 玩家要操作故事的主角Lily 在這個島上進行探索 並且收集各式各樣的道具要素 觸發事件 在遊戲進展之間 也可以玩到主線劇情之外的迷你遊戲 成為一款不管是誰 都可以輕鬆享受遊戲樂趣的冒險遊戲